在穷创业的香港籍90后刘洪杰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将扮演好衔接内地市场与香港青年的桥梁角色 发挥自身优势与资源 帮助更多香港青年在海南实现创业梦想 刘洪杰祖籍海南文昌 从小在香港长大 在澳大利亚完成学业后回到香港从事金融业 因看重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 刘洪杰于2016年带着跨境电商的创业梦 回到故乡海南 与内地朋友一起合作创业 当时跨境电商在海南的确是没有太多家 我们的了解都是 如果是大部分市民想要买到一些澳洲的一些母银产品 更多是透过代购的方式去做 那像我们做跨境电商这种合法的 经过海关的这种清关的模式的一些商家是没有的 在他看来香港的物流贸易产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 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但在香港做物流贸易 需面对人工成本高 租金高等挑战 刘洪杰的公司落户海口后 当地政府给予办公厂地租金优惠及物流补贴 这些政策红利为他来海南创业带来了动力 创业也好 生活也好的一些便利也体验过很多 比如说我们创业初期 我们作为外资进驻到这个园区这个办公室的话 会是可以享受到一个租金减免 大概有三折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不久前 刘洪杰被认定为海南高层次人才 将在工作 生活 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更多优惠政策 如今他正在备考海南大学研究生继续深造 作为高质量人才引进 我们今后也可以享受到购房 购车 还有子女教育的一个扶持 包括今年还有我们海南大学 以我所知是今年开始 对港澳台胞也是开展了这个招生的工作 希望我以后也有机会去里面继续的去进修 亲历这些年内地的发展变化 刘洪杰由衷感叹 不仅生活上便利了 营商环境也在转好 营商环境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就拿我们当初16年那时候创立公司来说吧 注册企业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说企业以后成不成功了 注册企业我都记得是比较一个繁琐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我们再去注册一个新的公司 包括是我们港澳台胞也好 或是外资也好 我们全程的注册都可以在网上办理了 如今刘洪杰还将事业板块延伸到餐饮领域 他说旅游业是海南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 当前海南正在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应该抓住这个商机 刘洪杰创新经营模式 不断丰富和更新菜系 受到消费者欢迎 刘洪杰在海南创办的跨境电商实体店及经营的餐厅 为当地创造了171个就业机会 近年来 中国内地市场的蓬勃发展吸引了不少香港及海外人士的关注 刘洪杰说 身边许多香港澳大利亚的朋友得知海南正在建设自贸港 纷纷向他了解情况 他们也在瞄准中国内地市场的发展机遇 就是引商很重要 当我们在内地做得好的时候 他们也会好奇说 是不是那边真的是有很多机会 就他们如果作为一个新加入的一些企业的话 应该去怎么把握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内地是非常有信心的 香港一直是海南省的最大外资来源地 截至2020年底 海南省经批准的港资企业累计达6929家 合同利用港商直接投资额为629.15亿美元 实际利用港商直接投资额为104.55亿美元 占全省总额的70.76% 近年来海南出台港澳台地区专业人才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南自由贸易港职业管理办法 鼓励港澳台地区人才服务海南发展若干意见等 鼓励港澳台专业人才在穷就业创业 刘宏杰认为 中国内地为青年一代创业发展提供了友好和宽松的环境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准备工作在2022年全面启动 他呼吁更多香港青年前来实地了解内地的进步与发展